以前做公務員是否好著數 當然是傻了 有長樑又可以送子女去外國讀書 但最傻都是房屋福利 今集看的北角校衛台 俗稱公務員樓 是一種專為公務員而設的資助房屋 只是短短出現過30年 補了假之後 買物方面和私樓沒有什麼分別 不過開職就有些不同 一如一路看樓 一路看有什麼特點 歡迎大家留言講看看法 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 另外提提大家 記得Subscribe28host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跟上嘉莉光的鐘仔 公務員樓是50-80年代的產物 合資格的長縫公務員 可以用合作社的形式 起樓自住 政府會用市值三分之一的價錢 批出土地 而且會提供低息貸款給社員 來給地價和建築費 社員除了可以終身住在那裡之外 子女都可以繼承物業 當然這個世界就沒有免費午餐 社員不可以享有其他房屋福利 也都不可以轉售物業 不過在1993年 政府就推出了指引 如果一個合作社 拿到七成半的社員同意 就可以解散進行分契 而社員也都可以透過保地價 撤銷轉售限制 接到2015年 238個合作社裡面 已經有186個解散了 坐落北角天候廟道的校衛台 就是其中一個了 項目的一座 有兩個電梯大堂 樓高10層 一層4伙 所以整棟樓只有40個單位 樓盤在1965年落成 樓零有59年 已經做了部分的大維修工程 若干年前大堂和外牆 已經完成了維修 包括外牆的水管都做了大維修 但接下來會有些小型的維修 而業主也夾了錢 夾了大約12萬左右 參觀放盤在頂樓 是三房兩套連儲物室的間隔 使用面積1249呎 業主開價1980萬 為每一呎大約15800元 業主在12年前買入單位的時候 用了200多萬大裝過一次 所以進來都不像說 借近60年的舊樓 整間屋除了廚廁之外 鋪了木地板 又是白色牆身 冷氣機吹風位 以至待燈都收上去天花 設計就更加簡約利落 不過要做這種假天花設計 都很考驗單位的樓底 我自己進來就明顯覺得 這裡的樓底高過一般的舊樓 代理就說都靠近10呎 算是公務員樓的開積特點之一 大廳空間很闊 就是一個曲尺形的開積 現在靠近露台這邊 可以做客廳 擺梳化和電視機櫃 再走過一點的這裡 可以做飯廳 都夠擺到六至八人的餐桌 除了剛剛看過的兩個空間之外 我現在身處這個位置 其實地方都不小 所以如果有多些儲物量的朋友 也都可以考慮在這裡做一個儲物櫃 大廳有這麼大 可以靈活佈局不同的生活空間 好像有一把儲物櫃的地方 可以用來做飯廳 而原先飯廳那邊因為有窗 有需要的話都可以在這裡選多間房 不過這邊就望樓景為主 而且和旁邊的屋都挺近的 最重私隱的話就要留意了 單位向北 外接一個大露台 一齊出來看看 Cris,這個露台 好像比心盤還大 那些三合一露台 是的,這個露台 我可以用超大形容 因為現在很少的樓 有這麼大的露台 加上一個高樓底 其實可塑性是很高的 可以在露台中間 加一張咖啡廳 放兩張椅子 早上那時可以吃早餐 甚至開玩笑 大到可以打火鍋都可以 單位露台明顯大過一般C樓 這樣的開職特色 在普遍的公務員樓都找得到 除了夠大之外 由於單位在最高一層 外望景觀都挺開揚的 近望北角市區樓景 遠望九龍那邊的雙下市景 甚至可以遠跳到獅子山 不過就看不到維港景了 因為校衛台最高都只有10樓 就算我們在最高一層 都不夠高負陷到維港景色 整間屋三間房間 只有一間是跟客廳同向 可以看到雷近景觀 這間房間有兩隻窗 大窗會看回市區的樓景 另外那邊的小窗 就會看到隔離大廈 原先這間其實是主人房 不過業主現在就把它改成自己工作的地方 所以你會見到放了一張書桌上 還放了跑步機和瑜伽墊 隨時變身做運動的地方 成為一個多用途空間 不過業主也做了一些改動 有客人來過夜的時候 就可以變回做一間套房 原先這間房的門口位 就是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 不過它又退出了一點 所以就包在旁邊的廁所 形成了一個套房的設計 另外在我的左邊 還開了多個門口位 就可以連接出到客廳那裡 但是如果有客人上來 想在這裡做一間客房的話 也可以關上這個套門 就可以增加那個私隱度 陶瓷有窗通風 以白色做主調 地方不大 企光縮度接近正方形 不過就有雨淋色的花灑 收納容量方面 除了洗手盤下面的儲物櫃 還有鏡櫃 可以放一些梳洗用品 至於另外兩間房 分佈在大廳的另一邊 先看比較近飯廳那一間 業主將其中一間房 改成衣帽間 我第一次進來 都覺得這裡的儲物量非常之多 如果是喜歡扮靚 又或者買衣服的朋友 應該都會很喜歡這裡 但是如果想轉回 做一間普通的睡房 其實它後面的兩幅牆身 都有兩隻窗可以採光 原先的窗口位置 在走到最盡之後 左手邊的牆身會有隻大窗 至於旁邊的牆身 就會有多一隻小窗 不過現在業主就用盡了地方 整間房間近乎360度 都做了不同的間隔 除了可以放平時的三副鞋物之外 還可以放手袋等等其他配件 來到最後一間房 也就是主人房 同樣是套房的設計 先看浴室 主人套廁 其實就偷了部分隔離衣帽間的空間 所以你看到非常之大 除了企肝之外 也可以做浴缸 類似是酒店那種設計 我也蠻喜歡這個浴缸的設計 有一個托盤 可以一邊浸浴 一邊看看iPad或者電話 放鬆一下 洗手盤旁邊都有不少工作台面 可以放些經常用到的梳洗用品 不用每次都由鏡櫃拿出來 這裡還有一個跟客廁類近的棋缸 沒時間浸浴的話 還有其他選擇 在浴室門的對面 已經有一個粒位 預留來陷入衣櫃 就不用額外找地方放 變相沉區空間都會更加示正 雖然這間房原先不是主人套房 但你看到它的空間 其實現在夠放雙人床之餘 旁邊還有位可以放多兩個床頭櫃 做到三邊落床 業主選擇這間房做主人房 是因為他喜歡比較寧靜的環境 這裡兩隻窗望出去 都是以樓景為主 其中大窗更加望到樹景 基本上不會望到馬路 不像客房一樣 雖然有開揚的城市景 但同時就對回天后廟道 最後看廚房 灰色的工作台面 配搭白色的廚櫃 繼續走現代簡約的路線 三邊工作台面 陷入了雙升盤和三個爐頭之後 還有不少備餐空間 各種電器都陷入了廚櫃裡面 包括酒櫃、焗爐、雪櫃等等 業主都說可以留給下手買家 說了這麼多電器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為什麼沒有說到洗衣機呢? 因為廚房最入的位置 有個洗衣房 這間房隻窗對出 有埋浪衣架 方便洗完衣服之後 直接落衣 旁邊就是儲物室 有窗 現在放了單人床和衣櫃 裡面還相連一個小廁所 有齊基本設備 只欠一個獨立的臨浴位置 而最後一個公務員樓的開職特點 就是和單位的面積有關 因為以前 在這個合作社的物業 他們那個時候的定位 都是偏向一些大單位 譬如我們區內為主 最小都八百多呎 所以第一件事 通常都是以三房 或者以上為主 火數方面 都是以小火數為主 可能最多都是兩至四火為主 秋體北角半山的三角公務員樓屋苑 除了今集體的校衛台 還有雅園和美家閣 使用面積最小由八百四十三尺起步 最大去到超過千七尺 而且以低密度為主 全盤的單位數量不過五十火 無論是當年的賣價 或是現在的賣價 都已經補了地價 業主在2012年以1700萬賣入單位 如果以現在的叫價 1980萬賣出 最外面可以獲利二百八十萬 又或者是一成六 賺幅低過大使同期四成六的升幅 見到業主的叫價都不算進取 如果要看回屋苑自己的成交 對上一中演要數到2022年 剛好就是放盤那邊的間 因為面積小一點 對比赤價就會公平一點 放盤叫價比成交單位低了一成八 少過大使同期兩成二的跌幅 不過校衛台的成交就比較疏落 看回銀行股價或者會更加合適 最新股值介乎1980萬到1980萬 都去到業主的叫價水平 但是屋苑的樓齡已經去到59年 代理提醒 做按揭時就要注意還款年期 因為大部分銀行只會做75年減樓齡 即是說如果買家買這個單位 可能最長只可以分16年就要還清 某些銀行可能如果55年以上的樓齡 是不做按揭的 所以我也建議買家當買這個單位之前 可以諮詢每一間銀行他們按揭的取貸 假設以叫價抹單位做七成按揭 用16年的還款年期去計 月供超過9萬8千元 月入要求大概19萬7千元 如果買來收租的話 以單位市值月租大概5萬元計 靠管理費之後 推算租金回報率有2.8厘 略高過同類單位的大市水平 欧院自己沒什麼設施 但平台一層有車位 都夠應付這裡40伙的業主需求 因為從來都沒有賣散過 要用車位的住戶 可以參與屋苑每年都會搞的抽籤 抽出泊車的位置 不用付租金 另外天台是公共地方 大廈所有住戶都可以使用 好像放盤在頂樓上一層樓梯就到 平時再落下衣服都可以 至於管理費方面 業主透露 單位每個月要付大約2,800元 即是每尺大約2.2元 屋苑以外的配套方面 一樓樓的天后廟道 已經有巴士站 有路線去中環和北角等等 雖然夏衛台在半山 但都可以走到炮台山站 立即和大家走一轉吧 離開屋苑之後 轉左向前走 去到行峰角隊出過馬路 跟著沿著炮台山到下山 見到負責花園的富家角再過馬路 一直向前走 就會見到一條樓梯可以下山 再搭多程升降機 就會到炮台山站 全程大約10分鐘 不過部分路段沒有瓦傘頭 始終要日曬雨淋 下山都更好些 上山就會更辛苦些 而路政柱都在建個 保馬山行人通道系統 接下來會用高架行人道 升降機等等 連接炮台山站和北角半山 見到行峰角隊出 都有地盤做工程 整個系統 預計2027年第三季完工 到時會有部升降機 連接炮台山道和天后廟道 而升降機又會再連接高架行人天橋 橫跨天后廟道 這樣走起來就會舒服一些 如果不是一定要去炮台山站的話 只想去英皇道買下吃下東西 天后廟道也有條小徑可以走回落山 英皇道作為北角最旺的街道 超級市場 連鎖餐廳都應有盡有 同時也有更多巴士路線 去港九新界不同地區 總結今集放盤的優點和要住的地方 單位有企利裝修 適合的話可以省一筆裝修費 而且屋苑的位置旺中大靜 有半山寧靜之餘 區內的買食物選擇 亦都是步行範圍之內 不過物業的樓齡就大些 按揭方面的條款都會嚴謹一些 以及不排除 將來有需要再配合一些維修 或者保養方面的費用 我自己其實都很期待看公務員樓 因為未看過 上到單位 另外最印象深刻就是它的樓底 很少舊樓可以做到9呎 不知道大家對於以前一種公務員的房伏 你又怎樣看 都可以留言告訴你 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 最後了 如果你有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like支持一下我們